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产品生产的雪点棉袋 雪点棉袋是用来做花节用的 像我这个就是用我们自己产品做的 它是两个颜色拼接在一起做的 我们的雪点棉袋主要有13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特别好看 像有的浅色的深紫浅子就可以搭在一起 像深粉浅粉啊白色奶白啊都可以搭 平时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单色来做 现在我就教大家做雪点棉袋做花节 我们大概剪一个两米光景长的棉袋 现在先把它剪下来 两米长的花节做起来才会够蓬松 做花节的时候对材料一定不能褶色 一个雪点棉袋这么大 它有70码非常的精打 好我们这样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剪掉 做花节的时候我们要先打一个半圈 先打一个半圈 然后大概做七八成的花瓣 每一层花瓣都要像我这样一样绕一个八字形 这样绕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绕它的花瓣才会很蓬松 做起来才有立体感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 这样反复地做 第一层花瓣做得小一点 然后第二层稍微大一点 以此类推 每一层一定都要打八字形的 每一层都要打 雪点棉袋做的花节不像绸缎的 做得那么垂 我们这个做的硬挺度特别好 蓬松度也很好 包的花就特别大树 像有的时候要比较空的时候 你就可以空下来做花节 做起来挂在绳子上 等用的时候再拿来用 这样的话就一点不会费事 因为做花节一定要尽心慢慢地打 还要细心 所以的话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打花节 花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鲜花包装点缀 好我们要收尾了 像这样一根的话 我们就只要拿到它的镜头 放在这个位置 好了 这样我们一个花节就做好了 我们先不去理它 然后用普通的彩带 剪个五十厘米 剪个五十厘米长 然后我们从中间穿过去 把它打一个结 这个结 这个结要扎紧 扎紧了这里才会紧凑 好了 我们现在用手去调整一下 每个花瓣的角度 每一个都要整理一下 用心打出来的花结就会特别美 一定要细心 好了 我们这样一个单色的花结就做好了 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剪掉 也可以这样放着 这样放着的话更好看了 好 我们一个漂亮的花结就做好了 直接扎在花树上就可以了 拜拜 拜拜